賴清德你要當主席了 我告訴你賴清德 你去當主席 第一天就給我處理高家瑜了 你不處理 走著橋 知識媒體人周玉寇6號 跟網紅4X貓 開直播的過程中 周玉寇開轟 要賴清德在上任民進黨主席後 馬上開除立委高家瑜 高家瑜就是 對不對 我不敢說對 支持賴清德的黨內的黨員 你們要投票那一天 就要在這個投票的 投票單後面寫 也開除高家瑜 這樣就廢票不可以 周玉寇多次喊話 還標罵不雅字眼批評高家瑜 就是因為中央拍板 普發6000元的全民共享方案 被高家瑜指指是稅收超真 並非政績 而是行政失靈疏失 像什麼王世堅 高家瑜這種人 就是要處理掉 王世堅因為人老愛作怪 老男人 他更老不是嗎 我吵他10歲吧 不小心講出他的秘密 市議員王世堅也中槍 不過他不只反擊回去 還發言力挺好友高家瑜 我認為高家瑜說的做的是對的啦 即便他有一些話講的方式 可能不被人家所喜歡 成天拿著政黨黨紀 要去處分別人的人 其實都是想幹壞事的傢伙啦 接著王世堅再把矛頭指向行政院長蘇貞昌 學校老師教我們 都是為善不遇人知 蘇貞昌剛好相反啦 他恨不得全天下周知 所以他拍了影片做了梗圖 就是邀功就對了 不過炮火打得猛烈之時 高家瑜則是透過訊息 表示自己想先低調一點 不想要再刺激他們了 然而高家瑜的言論 似乎跟黨團不同調 這也讓黨內炸了鍋 你現在問我這個 就是要考我就對了 其實高家瑜委員 有什麼問題 黨團有那麼有意見 那要黨的會議去討論就好了 面對有人揚言 要將高家瑜送紀律委員會 柯建民保守回應 並且強調不能夠為審先判 TVN新聞中部中心 蔡英文報導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